《家泰书》第五章第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现的 就如奸淫 污蔚 邪荡 第十节 带偶像 邪述 仇恨 恨 真敬 老恨 结党 纷争 异端 质道 醉酒 谎言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觉 没错 昨天我们说到米利安和阿伦 他们说一些关于摩西蝎曼的说话 这种不尊重是导致足以 神要让米利安犯大麻风 因为米利安忘记了 他自己能够出埃及也是因为摩西 明白吗? 当他成功了 当他已经是一个属灵领袖 被人专清他 他已经忘记了 他忘记了自己的人生当中 是谁人向他施恩 所以我都说过 如果在属灵里面 是你遇过教会去向你的施恩 教会训练领袖 去向你施恩 教会训练一些人家头报道 带你信主 教会不断把这些信息 去分享给你 OK 当你见到有人想要毁灭这间教会 那你已经立刻划清戒蝎 你应该第一时间看触这些人 是禽兽和喪尸 你明白吗? 因为如果你想着 你是牢头草 你是看环境 看清些先 但我想知道 这个罪是很可怕的 就是说 你由这个所谓 无铃两可 或者看清些 当中 让人沾染你轻看了 向你施恩的教会的话 那已经足够让你今生来世不得赦免 而事实上 所有这些 今生来世不得赦免的罪 我希望你至少 你宁愿严谨一点 杜绝你煩 好过你太过松散 没什么所谓 而犯了都不知道 再来说 我知道神是真实 我知道生命是神次的 我知道生命之后 是神为我预备这个天国 是吧? 因为我们看圣经就知道 有什么人可以横跨几千年 有谁可以得到拜博国 而这个神 既然他提供给我天堂 而我经历过天恩滋味 我认真不想在我无意当中 犯了舍族圣灵的工作 如果你觉得我太过紧张 我想你知道 我宁愿太紧张 导致我一定上到天堂 因为这一点是主耶稀的他说 为什么用这种字眼呢? 他为什么用泄族圣灵呢? 不是叫做谋杀圣灵的工作 是杀死神的受高者 又或者用十大控形去害神的受高者 不是的 他说是泄族的 而事实上当你用泄族这个字 你找回泄满这些字 你看回这种罪 你看回圣经里面 淋淋种种很多神的受高者 甚至你看到以利沙的徒弟 又是一样泄满以利沙 他立即换大麻风 你知道吗? 所以神的受高者 你是不可以轻看 那个人向你施的因 而这个施恩者 有幸就是神当时代所用的受高者 譬如他建立这间教会 用这间教会存在的 或者这群人同心地 在神的因高底下成为一个团队 这些人向你施的因 你一生也要懂得 你不可以泄满这些人 尤其是你越来越发现 这些人根本就是神的时代计划 你见你对他们的尊重和信服 而为你带来的保护和祝福 就已经告诉你 圣经说的这种祝福既然是真的 他说的另一边的咒座 一定都百分之百真的 我们的神是信实的 而在咒座当中最可怕 亦撒旦最喜欢 我再讲一次 撒旦最喜欢 是你犯罪蝕续圣灵 因为如果你虚了圣灵 对于你的灵魂来说 撒旦等于赢了 他赢了你的灵魂 因为神直成是丢在一边 不要的 以后你都明白吗 他不会做任何的工作 撒旦都不用再理你 你已经是落井地獄 所以撒旦是最喜欢 挑拨你自己的肉体 不管肉体的弱点是来自 你骑象派 你息事灵人 你最怕有这些争执 你要划清界线 你觉得不适合你的键 不管因为什么弱点 而导致你犯了蝕续圣灵 那你就收工了 你完全一生都等于 输了给撒旦 所以从我自己 开始成为你牧师的时候 我最尽心去研究 就是关于涉续圣灵 这种罪 如何去避免它 我宁愿说我太紧张 而导致我上到天堂 不过我太轻疏 导致我下了地獄 对不对 原因就是 如我所说 任何其他罪 你都可以回头 但是涉续圣灵的罪 是不可能回头的 你回头神 天堂也不收你 对不对 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让你知道 你又知道 你的良心又知道 你犯了蝕续圣灵的罪 但问题相对 你又真的知道神那种真实 你越知道神的真实 对于一个犯了蝕续圣灵的罪的人 是越残酷 越痛苦 而撒旦很喜欢看到这些人 在这样当中 日以计计的煎熬 而事实上 因为我本身受神恩高 所以我看到很多 真的犯了蝕续圣灵的罪的人 离开了我们教会 我看到很多人 告诉我他们现在的光景 我看到他们被良心的 日以计计的煎熬 他们没有办法安宁 他们一定要找个方法 来自欺欺人 当然其中一个方法 就像法利财人杀了主耶稣一样 用了一些方法去诬蔑他 毁灭他 最好找到主耶稣基督有犯罪 如果发觉他没有犯罪 那就可以了 误毁他 毁灭他 他们的良心就比那些好 但我想让你知道 没有用的 犯了蝕续圣灵的罪 做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你会看到法利财人 是直接揭施底里底下 去对主耶稣的 就算那种做法 不能带到法利财人上天堂 但他们也做的 为什么 因为一日主耶稣基督 存在在当时代 法利财人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折磨 你以为主耶稣基督 在马太坊第十二章 说这群人是蝕续圣灵 你以为他们听不明白 他们听得明白 但问题就是 你以为他们良心 不知道他们真的做了蝕续圣灵的事 他们也知道 但他们知道的时候 他们也不相信 现在信也没有用 信了也没有用 他们已经涉足了 今生来世 是永不得赏免的 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圣经讲 是今生来世 今生就是活着这一生 但是死人会再次复活的 这个就是来世 而这个来世 不是轮回的来世 这个来世就是 他从死女复活之后 面对白色宝座大审判的仇神 会跟他说 就是说 你做了很多很好的事 你是法利赛人 甚至在法利赛人当中 你最矜贵 你最好 不过没用 你已经亏了四人 所以 你做的所有事都不算数 你只能够落地獄 我想让你知道 法利赛人 他听完主耶稣这番说话的时候 他们有生之念 就算他钉死在主耶稣 当然 这些法利赛人都死了 我相信 他们自己都会在良心当中 有生之念当中 都会挣扎 尤其是后来知道了主耶稣基督 是真是救主 知道主耶稣基督 后来真的从死女复活 因为我们知道 在四福音告诉你们 法利赛人知道主耶稣 是从死女复活 他叫那些士兵作假见证 叫他们不可以说出来 主耶稣基督復活了 只是说别人偷了那条尸体 OK 所以我想让你们知道 那些法利赛人 真的是和美 因为他们第一 知道主耶稣是救主 第二 他们知道他们一生 虽然成为一个宗教家 但是在神的面前 他们所示茫 所敬拜 所追寻 所希望能够得到 神的赞赏 这个神的面前 不要说赞赏他们 他们今生来世 他们也不用自射 但是这却是很多 在现代今时今日 世俗食灵的人 他们的写照 当然这些人最好 和最喜欢的 就是所谓一致得救 永远得救的教会 包括了世俗食灵 也没有事 一致得救 永远得救 所以主耶稣又是骗子 主耶稣说什么 新约的时候 会有世俗圣灵 我不信 他们有另一个宗教 但是就搬主耶稣的名字 做招牌 但是主耶稣说的所有东西 他们全部都说相反 所以这些人 就会回这些一次 永远得救救的教会 因为不然 他们会怎么过下半生 第五章第十九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然而见的 就如奸淫 污谓 邪荡 第十节 拜偶像 邪述 仇恨 真敬 老恨 结党 纷争 异端 质道 醉酒 荒宴等类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觉 感激主诗人 传没去我黄色罪咎 无尽爱囂观 伴我左右 诗人手牵引 人生当中作我知甚有 我一生有你心足够 耶稣 请世听 请你 握握我手 令我胜过悲愤恒 作我随时清救 如我孤单 倘若泪流 唯独你教我持守 是你真爱 是你恩惠 可怕我不疼 唯独你 唯独你 是你 你在哪里 是你 是你 在哪里 是你 是你